明星与粉丝之间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,甚至是尴尬的场面,例如单身的男女明星,都会在各种活动中遭遇粉丝的求爱,求婚之类的事件。 之前,邓紫棋在个人演唱会上,就遭遇一位男粉丝,在台下送108只红白玫瑰,以及一件新型开胸红色裙子,向邓紫棋求婚,邓紫棋受宠若惊说,不是吧,向我求婚,是认真,我没想到有人会向我求婚,我有点精神市场,我应该怎么做,你手上的那盒是什么,月饼。 邓紫棋透露这世人生首次被求婚,非常意外,前不久与神童行2在韩上映,主演们在各个城市进行录演,而作为主演之一的朱志勋在一次录演中,被一名女粉丝大吼,哥哥和我结婚。 朱志勋想都没想,立刻拒绝,不行,下一秒,他笑着说,要得到我妈同意才可以,他虽婉拒粉丝求婚,却也不失礼貌,而说起于粉丝的相恋婚姻,天王周杰伦就是和粉丝相恋结婚的,如今已有两个孩子,一家四口幸福美满地生活着。 而就在昨天,王洛丹在第十四届长春电影节闭幕式上,也遭遇粉丝求婚,王洛丹身着陆背白色长裙亮下红毯,与郭小冬共同结束签名环节之后,遭遇求婚的。 当时有一名男粉丝翻过了围栏,手捧鲜花冲到王洛丹面前,随后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戒指,丹西贵地向他求婚,王洛丹甚是吃惊,先是很礼貌地收下了鲜花,然后与男粉丝进行了亲力交谈,并亲戚地拍了拍他的胳膊,并连连鞠躬致歉。 虽然当时王洛丹也左顾右盼,希望能由工作人员前来营救,但是一度处于尴尬局面,没有人理会,最后王洛丹并没有接受男子的戒指,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撤离,求婚失败后的男子很无奈地走下红毯,但现场的观众都很感慨,他实在是勇气可嘉,但是出现这样尴尬局面,一方面反映出活动现场安保座的并不到位, 另一方面反映出主办,把各种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欠佳,但是王洛丹在这样的情况下很有礼貌地与粉丝交谈,鞠躬致谢,反映出很好的修养素质。 王洛丹,2004年,出演爱情剧《蝴蝶飞飞》,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2006年,主演都市爱情剧《恨斗》,他则凭借该剧获得金英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。 2009年4月,王洛丹在80后新生带娱乐大明星,评选活动,终于其与黄胜衣,杨幂,刘亦菲共同被评为四小花旦, 先后凭借杜拉拉生之际获得第1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的提名。 凭借搜索获得第13届金凤凰奖最佳新人奖,凭借我的战争,获得第8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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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